我现在呢,已经是开始进入这个山区了 你看这边的风景,超漂亮的 你看那个山脉,它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湖 哇,很美嘞 那这条呢,就是它的山区的山路了 沿着这条路走呢,就会抵达达拉 但是这边距离达拉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了 这个是,我看踩在山脚罢了 这个呢,是上山前的,应该是最后一个小村庄啦 那我会在这个村庄这里呢 先找 嘿嘿,哈喽 那我会在这个村庄这里呢,先补给一些干粮啦 因为今晚呢,分分钟呢 会在半山或者是山顶过夜啦 我感觉上呢,过了这个村庄过后呢 应该是找不到任何商店或者是吃东西的地方啦 你看这个是他们的学校 现在应该是放学时间嘛 看,小学生叻 从这里开始呢,就是要开始上波啦 你看它的波度 10%叻 是一个算是蛮斜的一个斜度啦 那我刚刚一路起来呢 其实这边的这个 它的周边的树木呢 都非常的干枯了 然后呢,还有一些呢 是正在焚烧的 这边的空气哦 是蛮干燥一下的 好了,一小段山路过后呢 在路旁看见了一块空地 所以就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啦 那这边的海拔呢 只有大概245m左右 所以不算是一个很高的地方 这边的山景呢 也就一半半而已 那我等一下要爬的呢 就是前面那座山啦 前面呢 才是真正的开始爬啦 我刚刚那小段呢 只是热身而已 我在山路的旁边呢 看见了一间餐厅啦 原本呢 是想要在这里吃个午餐的 但是他跟我说呢 他们已经是没有饭啦 要我在其多一公里远呢 就有一个吃东西的地方啦 原本是想要在这里休息一下 看一看这边的风景的 你看 蛮漂亮的 这里的山景 那在他的旁边这里呢 就是一个小水坝啦 在水坝的旁边那里呢 我看应该是一个小村庄啦 那过去看看那边有没有什么东西吃吧 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这个水坝旁边的一间餐厅 这里用餐啦 这边的食物呢 它的价格呢 它的价格呢 是稍微偏高了一点点啦 刚刚我去之前的一间呢 问了它的猪肉饭呢 它的价格是五十千吨啦 然后我来到了这一间呢 它是这样子一盘猪肉饭 它只卖我四万吨啦 然后它这个咖啡呢 它原本是要卖我两万吨的 但是我跟它减价呢 扣到了一万五啦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午餐啦 OK 现在是越南时间下午三点九个字 那我现在呢 已经是起到了海拔 大概六百五十米啦 这边呢 已经是可以看到这个 连绵的山脉啦 但是今天烟埋呢 是蛮多的 所以它的井呢 就没有那么漂亮啦 哦 那现在呢 时间也不早啦 我觉得再骑多 可能大概一个小时 这样子就要开始 物色可以扎营的地方啦 哦 我刚刚呢 是一直沿着这条山路在前进啦 然后在这个山路的旁边哦 它有一条这个 alternate的山路耶 这个呢 应该是新建的啦 哦 你看它的路是蛮新的 而且是没有车走的 哦 重点是哦 它这边哦 竟然有一个这样的平台耶 哇 动到我很想在这边扎营耶 哦 这边的风景哦 你看是超漂亮的咧 看着这些山脉 哦 明天早上的日出呢 应该是这一个方向啦 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美啦 哦 但是哦 我刚刚在谷歌地图上面看到哦 还有大概1.5公里远的距离哦 那边是有一个观景点啦 所以 我觉得我应该会先去那个观景点那边看看一下 然后如果那边我觉得不适合的话呢 我再走回来这边露营吧 这一个呢 就是观景的地方啦 那我原本呢 今晚是想要把帐篷扎在这个平台这里的哦 你们看哦 这边的风景哦 是蛮漂亮的 哇 可以看到 1万5G的这个山脉 哦 但是哦 我刚刚把我的脚车推过来的时候叻 它是种到这些树的这个刺了哦 你看这些树哦 其实它的刺哦 是蛮大只的 所以呢 我的这个 呃 那一胎呢 前面前轮的那一胎呢 又漏风了 哇 我跟你讲 一天里面 种两次刺哦 真的是 很幸运哦 我可以去买号码了 啊 中头讲都没有这样幸运啊 啊 那 这个地方呢 我感觉它以前哦 应该是一个餐厅来的 然后这边是给人家一边用餐一边观景的 但是现在已经是荒废了 哦 荒废了的话呢 对我们这些流浪者来说呢 就是一个圣地了 哦 看这些山景 多么的漂亮啊 哦 你看 前面那边 有烟的地方叻 就是在粉烧着了 哦 哦 那 我后来呢 决定把 呃 我落脚的地方呢 搬到 啊 这一赛了 这边呢 它就 没有那个 有刺的树了 这边的风景呢 也是还算OK啦 虽然比不上刚刚那边 但是至少这边就 我的脚车就比较安全了 就不会再爆胎啦 哦 那我才没有炸好我的帐篷啦 哦 只要先处理我的这个角色先 啊 这边也是有一个 这样子的平台啦 哦 你们看这边的山景啊 也是算OK啦 虽然是有这两棵树挡着啦 但是 还是可以看到这个连绵的山脉啦 我也觉得是不错了啦 OK 你看 我的这个 前轮 哎呀 一天内竟然要修两次 也真的是非常的够力啊 OK啦 那今天 就先这样子啦 这边距离美奈呢 还有大概70公里啊 70公里呢 就明天才期啦 好 今晚就看着这个 美美的山景露眠啦 嗯